当闭上眼睛的时候呢 就是关闭所有 所有对外的窗口 大家闭上眼睛 关闭所有对外的窗口 一开始只是把双手摊开 只是把双手摊开 然后呢 手心上上 完全的把手指也活动一下 放松就好 好 然后放松之后 先让自己静默平静下来 有一些言语 可能暂时并不理解 不用去理解 慢慢地从心 从我们的灵 就是我们的心灵连接上 你就自然地 一下子登录到它的意义 所以有一些真言 不是用我们头脑去理解的 首先我们 我 这些称为是我的 我的身体 我的头脑 称为是我的的 那都不是我 我不是这个身体 也不是这个头脑 更不是头脑中 这里那里产生的一些思维 这个身体和头脑 以及头脑中的思维 只是我短暂地借来 去体验生命本身 当平时觉得自己心胸越来越狭窄 越来越受一些小事困扰的时候 去检查一下自己 是否把我 这一个更大的我 转到身体里边去了 转到身体里边的头脑里边去 转到身体里边头脑的思维里去 身体 头脑 思维 都是我们借来的工具 借来体验人生的工具 所以请从思维里 往外走出来 到更大的一个空间 叫头脑中 再从头脑中 跳出头脑身体的范围 到更大的一个范围 让我们带着借来的身体 和头脑去体验 当下时刻的生命本身 当下此刻 除了在回忆中不断同复之外 它是崭新的一刻 现在这一刻 就应该是它 现在这个样子 它不应该也不能够是任何其他样子 现在这一刻就是最崭新的一刻 不要把它放到记忆里去 不断重复 纠结 它从来没有来到过 我是否体会到了呢 现在这一刻 从来没有来到过 它是多么崭新的一刻 如果我自然的体验到 你会觉得多么的欣喜 每一刻都崭新的 上一刻已经过去 它可能在回忆中不停的打转 更重要的是活在现在 唯一拥有的现在此刻 不要用过去的那一刻 上一刻来赞用现在 此刻的任何经历和时间 人生就一直往前走 像走直线一样往前走 如果不断的停留在上一刻 回忆中 那人生就一直在转圈圈 哪都去不了 跳出来 又是下一刻了 又是现在此刻了 也不用去顾及下一刻 它自然会来 而且以它最完好的方式到来 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到来 我对所有的事情复权者 我对我累在发生的 以及周围发生的 所有事情复权者 我累在的情绪 我累在的回忆 与各种计划 都是我选择的 内在的各种化学物质 也都是因为 我的选择造成的各种 思维想法情绪的波动 而生产的 所以我必须对我累在 所有的一切负全轴 而外在的一切 是因为我身体振动的频率 而吸引过来的 所以我也必须对我 外在的一切周围的事物 负全轴 我对这一切负全轴 这样子就没有了抱怨 这是本来就应该的 把周围所有的规则 这一个让我存在 让我出生的规则 全部接纳为自己的规则 这天地大道的规则 本就存在 它在我之上 它创造了我 接纳它为自己的规则 一切就会顺风顺水 顺应大道 我是万物的一部分 万物也是我的一部分 我孵出的空气 植物动物孵入 植物动物孵出的空气 我又孵入 甚至上一代人 浮出的空气 我也在浮入 所以你总有我 我总有你 这本就是万物的一部分 我就像大海里的一滴水 这次独立的个体 又是整个海洋 所以包容 接纳 爱与慈悲 就是自然流露在我 血液里 我本就是它 啊 啊 神地声 山地山地 继续闭上双眼 也可以微针 但是不要影响 自己内在的平静 双手十字交叉 然后抱住我们的十个小指 开始我们的蝴蝶飞舞 重点是按自己舒服的这块速度 在蝴蝶飞舞的时候 整一个注意力集中在 我们底轮的脊柱部分 观察到这股能量一直往上 贯通整个脊柱 然后呢 我们的会音收紧 提纲收音 去想象当蝴蝶飞舞的时候 哪里再用力 是不是翅膀紧挨着身体的那一部分 那一部分也就是我们整个底轮 伸直系统的一个部分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整个伸直 整个脊柱系统 及肛门 都是要收紧 用力的 所以是整一个底轮的肌肉 在得到锻炼 从而振动翅膀 所以才会比较快 感觉整个底轮的肌肉 整个盆底肌收的越来越紧 这个会硬壁和收紧 整个肌肉 整个肌肉收紧 腿部 这一个振动的翅膀 像一个锻炼我们底盆肌肉的 一个天然的 哑铃一样 好 慢慢的 滚下来 慢下来 好 放松 整个底盘的肌肉 然后把右脚 双手 以自己舒适的方式去怀抱它 这个时候我们底盘肌肉就放松了 刚才是紧 这次是松 然后 用我们双手怀抱婴儿 用双臂 整个肩胛骨 然后呢 整个腹肌 有一点收紧的力量 肩胛骨 加腹肌的力量 左右 摇动 按照自己舒适的 最快的速度就好 雪铃可以把视频打开 不够电了 好 慢慢的放下来 很温柔的 换上另外一个婴儿 继续摇动 整个底盘放松 用我们腹肌收紧的力量 和整个肩胛骨的一个力量 不是腿在晃 这是腿在晃 你就分解感觉 不会快得了 然后呢 这样子 小米换动 是因为手比腿要灵活 手晃和腿晃 你能看得出来 就是手晃它比较快 幅度没有那么大 腹肌要收紧 否则整个肩部就会很紧张 肩部是放松的 整个肩胛骨 有在左右的摇晃放松 好 让我们放下来 这个时候呢 我们做一下 猫生长式 猫跑了 你去了 它的生长式我经常观察 好 猫生长式 整个像table post一样 然后呢 双脚的大拇指 轻轻的就是碰在一起 因为这两个大拇指呢 它是主要的 我们叫 Spring Shaw 就是主要的灵魂 好 放好之后呢 在整个过程中 双手大概用 它推身体的 那是20%到30% 不能超过30% 然后腿部 承载身体的 那是70%或以上 好 吸气 吸气 吸气自然的放松 吸气 然后呢 吐气 这个时候呢 左三圈 右三圈 可以转动 然后自然的放松 吸气 好我们一次 依然这是一次 我们做三次 再一次 深深的吐气 然后自然的放松 深深的吸气 这一个也在同时的 平衡我们五脏 即五行的情况下 再调整我们更深层的 呼吸 气层甘甜 再次 好 如果说不是在生力期 就可以把双脚踩地 这个时候呢 脚分开了 没有碰在一起 然后呢 再做一次 今天一次就好 手往后推 再下全是 再做一次就好 好 然后慢慢的做完之后 跪地 把腿 往后 把手伸直 把手伸直 伸直 好 这个时候呢 也是双脚的大拇指 重新是放在一起的 这个时候主要是 把整个脊柱拉长 让它的血液去 自然的快速流动一会儿 然后吸气 吸气 出气的时候 把双手朝任何一侧 任何之下 稍微扭转一下 这时候是拉伸一下 我们对侧 就是单侧的腰 左右没有关系的 单侧的腰部拉伸一下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坐下来 在坐下来之前 先把它放松 完全的伸展 是最好的放松 对于肌肉来说 好 吸气 回到正中 把手指再往上 再往上 然后去伸拉的更长一些 就是要把脊柱拉长 然后把 臀部再坐回到脚后跟 这样子你会发现 我们的叶窝 也得到很深的伸拉 就是吸气 好 吐气 另外一侧 这时候再拉我们 整一个手部这里的小肠筋 然后呢 一直到肾 这个肾的位置 小肠筋 一直到腰肾 保持一到两个腹息 好 吸气 回正 让我们急着得到最 好的身拉 好 我们就坐下来 坐的时候 我们照样是 让腿 就去坐下来 自然的坐下来 整个过程中 大家在练习的时候 可以完全闭上眼睛 但是有时候 你要睁开 看我的话 可以 我呢 主要是 睁开 看一下大家 节奏都到什么程度了 这是我睁开的原因 好 好 现在就坐下来 我们今天呢 整一个过程会 稍微的 速度感觉会快了一点点 然后呢 接下来 是因为课后 会有时间 给大家看 哪里 你觉得自己 还做得不到位的 然后或者忘记的 就提出来 两只手是完全放松的 好 这另外一只手 你看它就是很自然的 放在中间 然后呢 在两脚中间 然后呢 另外一只手 三个手指 一定要并浓 这是能量的不流失 因为当你修炼到一定维度之后 你是可以看得到 那现在的话 只是去感受它 好 也就是照样的 从我们left 左鼻孔吐气开始 后面从左鼻孔吐气结束 就是左鼻孔吐气 吸气了之后 用右鼻孔出 这样子呢 其实 左是我们的阳面 这是我们的阴 我们的鼻孔腹息 有阴阳的 这一阴一阳之味道 让它调节一下 因为正常的用鼻子腹息 就是阳 就是阳 出去也是阳 这个是阳 然后呢 再阴 然后再阳 最后是阳 因为女性的话 要天生阴体 要多念阳这一侧 好 呼气 比平时的呼吸 略深就行 所有的关注力 在更深的呼吸上 让呼吸比平时 更深长和幻灭 如果有一个 其他的关注力 请放在 两眉之间的眉心 全身都应该是放松的 除了这个特意的呼吸 手部按住鼻子的部分 其他都应该放松 好 最后一组的呼吸 然后一定要 以左鼻孔吐气 为结束 然后把 双手鼻放松一下 放松一下 然后呢 比较手印 连在一起 其他三个手指 合在一起 然后这里不能分开 这整个过程中 肩膀 胯部要完全的放松 我们之前做那么多伸展 就是为了这一步的放松 完全的放松 除了就是 两只手相点的位置 有一点点紧张感 因为要把能量引到那里 其他都应该是放松的 哪里不放松 就有意思的 在整个过程中去放松一下 这一次呢 我们发七次就好 分析气 鼻气 去干注到整一个 从丹田 然后到我们心轮 然后到头罗 回到鼻腔的整一个震动 声音大小不重要 如果你要发很大声 才能震动 那就很大声 如果很小声 能够震动 就很小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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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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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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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快速击出眉心 注意你在眉心 深吸气手满 抬起头后完全吐气手空 先抬起头 重向至下 三把手一把一把放开 把注意力关注在两眉之间的眉心 直接去感受自然平衡的呼吸 静默一下 每天都需要这样几分钟的静默 我们身体72%都是水分 我们把它称作为血液 首先要让身体的 这一幅水浸下来 什么事情重要不重要 什么是真实 什么是虚无 才能真正地看清楚 不然让我们这幅水 整一天都在动荡之中 至少 会有那么几分钟 像盖子先生每天 他有30到40分钟 只是让身体静下来 让这幅水平静下来 才能看到本质 这就是静默的力量 我对所有 我累在以及我周围发生的一切事情 是全责 现在这一刻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它不应该也不能够是任何其他样子 我不是这个身体与头脑 更不是头脑中的思维 我只是短暂地戒了 身体与头脑来体验人生 身体与头脑只是我借来的工具 我不能活在我借来的工具之中 把自己关起来 而是要带着我借来的工具 来走出来体验整个生命的逆程 这个让我存在的规则 这个天地大道本来的运作准则 把它全部接纳为自己的规则 其实我在它之内 它也本就在我之中 我是万物的一部分 万物也是我的一部分 我们之间就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爱慈悲 与宽容就是自然的状态 感谢观看 有任何问题可以提出来 老师今天你说关注点要在眉心的时候 眉心以前看都是一片光 然后今天好像有看到眼睛 会大 那个也不是眼睛 应该是说 就是那一个原本亮光的地方 就变成会被遮蔽 然后再放亮 今天比较特别 有这样的感受 不晓得为什么 也不用去找到为什么 像有一些感受 没必要去问为什么 当时你再看到或者不看到的一种感觉 就是在一种感觉 我们人脑能够思维能够解释的东西特别少 然后就去感觉 追随到他 不用特意去追求 如果今天没有发生 没有关系 如果今天发生了 也不用去解释 为什么 这一个无法解释 就像是我们 这个声音一样 我们想的很多方法 只能把它解释去震动 它有意义吗 它没有意义 但是呢 它有的意义 极有可能在我们这一个肉体的维度 没有办法去理解它而已 但是呢 这一种只要是更好的 比我们更高的一个维度 它是比我们更智慧的 它可能就真的是创造主 创造我们的一些东西 你感受到它本就存在 你感受到了 同这样的连接 你整一个人生的走向 就会越来越好 就是你整一个食物 我们这一个肉体的走向 就会越来越好 你身边的一切 你的心情会变好 然后你身边的一切 人际关系也好 还有各种 我们所在意的 各种情况都会变好 它会往这方面走 如果你要问这个代表的意义 能带来什么的话 这是能带来的 关于这个光亮 它是以闪的方式 还是以恒定的方式 它要怎么发生 我们控制不了 然后也没有意义 也没有办法如何解释 雪林呢 今天感觉如何 我不知道我的脚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比较紧张 你的臀部需要坐高 你看爱丽丝 她其实已经打坐很久了 但是呢 她的臀部都要坐高 就是你的臀部需要坐高 你很多不能像我这样子直接 就是坐下来 我天生比较紧 但是我静坐的时间长了 她就直接放下来了 我每次都提醒你 你看我的膝盖 我的膝盖 其实它就是这样子朝下的 我的大腿是平的就出去了 然后呢 你的腿是这样子翘起来的 你的膝盖就是最高的那个山峰 你最高的山峰就很容易受损的部份 你看我们平时在智燃键中 又告诉我们很多道理 最尖锐的那部分 是不是就最容易受损 然后最顿的那一部分 很久都没有事 它就比较很久 所以呢 你平时你就照一个垫子 这些垫子在沙发上都很多的 把臀部垫高 不用着急 当有一天呢 你就自然的放下来了 包括我们前面的三个准备动作 你看我不只一个垫子 我还一个这个 你看爱妮斯垫多少 那后面它自然的就放下来了 它自然的就放下来了 不用着急 因为呢 这一个我们盆骨的一个拉伸要慢慢来 你要特别按下去的话 其实就会伤到 我觉得这腰会酸 腰很酸 嗯 腰很酸 那爱妮斯其实 我是我的问题 还不太一样 因为你的腰会错开伤了两次 呃你呢需要一个腰部的靠的东西 腰部的支撑力 你你抵着门板也很好 但是你可以 对我也有顶着 对对 甚至呢 你可以坐在凳子上 有一种宽一点的 就是你的膝盖可以放下来 你可以找个凳子 头部不要有靠的 就是可以靠到你紧到尾椎骨 整一个脊柱 你可以靠在整一个垫子上 就是你整一个凳子上 就是下骨骨 下骨骨它到后期 人有一个年纪的问题 不管你功底多深 它到后期 它前期是直接坐在树底下的 那时候教我们的时候 你看它到后期 它基本上都要坐在一个凳子里边 呃这里后面就是 它不会靠头 它后面还是有靠的 有一个支撑力 因为到后面 我们的骨头就不是那么有支撑力 你知道我们一个脊柱 你看它要支撑多少东西 它要把我们这些肉肉 这取决你你长多少肉 我们你看一个人 一百多斤吧 那我们上半身 可能就五六十斤 它全部是挂在上面的 你可见它本来的支撑力 就很厉害了 所以我们就不要特意的给它支撑力 但我们靠着一点 你可能就减弃了 百分之二三十的一个支撑力 它需要一张一个支撑 这整一个过程 只是需要你精力全部集中 都是内在的 包括我们在整个过程中 哈喽你好 的整个过程中都是 内在的 包括老力都是内在的 越来越不显 因为前期大家要练习的时候 不过热一点 我需要看到大家 因为一个冬季没有练 我想看到大家到什么程度 到很多时候不是那么显的 就全部是我们内在的一个变化 到什么程度 你看我们练了很久 都要露肚子 冬天都要露肚子 到后期又不露了 但是就有那么一个过程 就是你特别的要练肚子 要每一个肌肉都把它找出来 那到后面就是 当它自己能够运作的时候 你就由它去 由它去 然后到后来 今年的话我们提升是 完全就是从五行平衡这上面 所以我会找一些 看到天地阴阳 我很多时候是自己静下来 去感受到 这一个天地能量权的 这样一个变化 所以现在还没有特别大的 所以有些转记 或者有些特别的天数的话 有时候会特意加课那天念 因为我们这个小汽场 你要能跟随那个大汽场的震动 它一下子就把你带到 你可能意想不到的那种程度 就是要去连接你要融入它 有的人它的能量就比较强 有的地方它能量比较强 而且就像是我们的物体 这天地万物 每一种的震动能量不一样的 就像是我有带爱尼斯去走 我经常就像明天我就要去种花 我会去种一天的花 然后那些花 你看爱尼斯花很漂亮吧 现在又开了 你又可以去看了 明天我们去种 都是我们Warning Tier种的 所以我现在更关注的就是 拉着一帮Warning Tier 这里去种花 这里去种草 然后跟着沙古路也是去 改变一下土壤 你看这些意义在很多人来讲 就是你怎么那么无聊 你真的那么有空吗 你有空连我电话都接不到 你连我电话都不回 你那么有空 对啊我现在有朋友 就是你那么有空连我电话 回我电话时间都没有 你今天去做这个 明天做那个就是我现在有的朋友就认为 就特别是以前的同学 你做毫无意义的事情 对啊你把土壤弄好 他会感谢你吗 他不会感谢你啊 你给我打个电话 我还会谢谢你 我就不知道该讲什么 我也什么都不讲了 就是大家能够连接的地方不一样的吗 有的人他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 不求你要回报我 就像萨古鲁经常讲 我喜欢种芒果树 但是我不期待能够吃到这个芒果树 在我这一带吃到他的芒果 而且他他只有一个女儿 他女儿也不是那么喜欢吃芒果 但是这有些东西是我们努力 然后汇集万代的 这个会让自己的 其实从另外一方面讲 就是我们只是不这么想 会让自己的能量场 会让自己的业力变得特别少 或者特别消业力 会让自己的能量场变得特别好 而且也会让自己特别的平衡 就是让你无求求的去付出一些 别人觉得很无聊的事情之后 你会很平和 就是一点 以前我一点小事会发大脾气 现在就是 然后我没有事情呢 就这么点事 我还有 第一我有其他事情忙 还有这么点事 就是我连我身边人 我都不能包容得了 我怎么可能去包容这些 因为一去弄就是全身都很脏 可能整个衣服鞋子后面 特别是鞋子基本上是要不了 所以我都会留一双旧的鞋子去种 全都很脏 其实我们还得施肥 而且都是有机肥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了 就就没有啊 就是你要去就去接纳这些东西 你就觉得特别舒服 如果你接纳不了 有的人还会捏着鼻子什么的 你就会觉得特别的不知宅 然后呢 这整一个也是融入到这个体系中 整个过程中 像以前我一定要教大家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怎么样 现在都是在大家舒服的情况下 你整个身体是自在舒服的情况下 到你今天的最大程度就行 这就要求了两点 就是你自己要很舒服的是很接纳的状态 是自然的产生的 还有第二点呢 也是要去做到你今天能做到的最大程度 我们做不到别人做到的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没有做到自己做到的 那就是我们的问题了 人生也是这样子的 就像你选择工作 选择伴侣也要 在舒服的程度上 是不是你也要做到你能做到的最好 不能说我舒服的情况下 我就摆烂 所以什么就是这样子 松弛有度 过有不及 天地大到早就告诉我们了 我也正在乌 我觉得特别有趣 然后我跟我家猫咪也学到很多东西 它们是很受方置如的 我不觉得它们是比我低的动物 很多时候其实它们的一些性能比我要好 而且整一个它们对天地的感应比我要好 好了今天有什么问题吗 你觉得哪里做的不到的 哪里觉得自己感觉不到什么的 可以提出来 我就是现在就是那个坐姿的问题 还是那个脚比较紧张 可能是有点会影响 对你坐着呢 就是感觉脚坐得不舒服了 现在呢 目前来说就是垫高 就是解决方法 就是垫高 把臀部垫高 有一天你能坐下来的时候 你就坐下来了 但是这样子呢 雪玲你也提醒了你自己 你的整一个骨盆 就是整一个骨盆 整一个腿部的筋诺 就是我们的筋是比较紧的 那这样子你每放松一点 就对你很有益处 我们寿命 皇帝内经就讲 我们金层一寸 长寿一年 它就是这样比喻嘛 也差不多 就是人要是软的 任何在伸展的 就是很有生命力的东西 它是软的 你在外面去压小草 就是都知道 它都是软的 在成长 现在春天成长的时候 它就是软的 你压了它就又起来了 但是呢 到冬天的时候 它就是一压 啪嚓断了 它就硬了 所以我们人体要保持柔软 这样子对 当随着年纪的增长 保持健康特别有益 柔软的时候 其实呢 也体现到筋 上面连着就是血管 就是你的血管 就是要柔软的 血管 它只要里边的东西多了 它就容易脆 容易硬 你的血管是柔软的 它里边才通畅 所以你就注意一下 你的肩膀 还有就是整个下肢 现在就是把它垫起来 垫起来在舒服的范围内 然后呢 你经常这样做 我们的伏迪斯 经常摇一摇 你就把它摇松了 但后来这样子做了之后 都是能做下来的 我是天生非常硬的人 我不是天生软 也没有学过舞蹈 没有这样的条件 我天生比你硬 就是我现在还没有真的 在我的学生中没有发现 比我天生还硬的人 因为我成长的环境 就是那种非常畏畏受受 非常硬的 我能到现在 我觉得比较 自如的状态 其实是 经历了很长的一个过程 也有很多就是 非常无师的好老师 这也是为什么 我现在很乐意来 这样子做的原因 我受过 所以当你有的时候 你就是 其实当初呢 我受的时候 我做了这个承诺 我受过很多人的帮助 没有任何回报 他们说我不需要 但是有人需要你的时候 有人需要你的地方 你去那里 所以希望以后 我的学生都是这样 我不需要任何 当有人需要你 有人需要的时候 你去那里 有地方需要你 有人需要你的时候 你刚好 又有那份心 你去那里 去你需要 需要你的地方 我不需要有任何 那才有意义 那其他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好 今天也就差不多 也都 要面词 要面词 对对对 然后你平时的话 其实这样子做 只要是你的脚后跟 是靠近底轮的 这样子做 你的能量是不一样 有一种怎么样的 可以检测出来呢 你只要是这样子做的话 哪怕你坐着看书 不管做什么 你会发现 你坐很久 你都不会就是特别想去洗手间 特别是如果是正常的要去 他会去 但是呢 特别是像有的人怀孕 他就是一种紧张 或者有的人紧张 就去洗手间 或者有些人有些尿瓶 还有就是有些炎症 你就会发现 正值一个坐姿 这种能量的改变 这种循环 内症的话 它是这里有一个 有一个像无极太极的 这样子形成一个临时的一个气场 但是呢 你就会发现 就是我们正常的 就是从解剖学来发现 你就会发现 你需要 你的需要三级的程度 你需要其他的东西 你会比较少 而且大脑会越来越平静 对 但是呢 就是像雪林的话 你现在这样做 你就是要把 你要把他垫高 你要臀部垫高 然后呢 一定是我们的膝盖 要比我们的肚脐眼 肚脐眼在这里 要比肚脐眼要低才行 现在是你的膝盖 都差不多到你胸的程度了 所以你会不舒服 因为这样子 它才整一个上行 那这样子的话 它就有点像 你把它窝在这个山沟里 你就有座山 我们是没有山的 这是躺开的 就外面是一个 敞的大草原 你呢 这里有个山 你就会觉得 不舒服 而且你不只是膝盖不舒服 你可能就是脚 这里都不太会舒服 对 因为我们是平的 所以你现在就是垫高 一开始垫高 没有关系 就舒服 你垫高了之后 先舒服了 然后呢 慢慢的 它才会放下来 人要先放松了 所以呢 这些筋诺才能打开 不能一下子就觉得 我天天想这样子 我就想快点放下来 其实反倒你做了一个反的动作 它很久都放不下来 因为每次一做 你就会觉得不舒服 你大脑就会告诉你身体 这不舒服 你的身体就会紧张 但是你每次做 你知道做几次 它是舒服的和 就是愉悦的 然后呢 它下一次 它就愿意这样子去做 我们的这个头脑身体 它就是这么运作的 好 那我们今天都到这里 然后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 谢谢同学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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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